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0年的7月7号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两次的行情的概况 先看大盘 今天的这个三大股子 不管是深圳大盘还是创业版 还是这个中小版还是上升指数 那么今天都是什么呢 出现一个叫冲高之后 盘中直接高开 高开之后呢开始有回落迹象 那么看一下成交量 这是护生300的对不对 目前的是成交量跟昨天还是差不多 那么护生300 然后是创业版 同样是今天放出了大量 但创业版整体是今天还是收红 走势略强 上升指数 高开回落 然后是这个生成指 同样高开回落 看一下今天两次的成交量 继继续爆天量 今天加起来是17000多亿 17000多亿的总的成交量 依旧是量价齐升 但是今天呢 盘面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机构资金的流向来看 尤其是超大单资金的流向看 整体的创业板块啊 一共是46支成分股 那我们看到今天是光大证券 盘中啊 出现筹码松动 超大单资金 开始卖出 到收盘的时候 光大证券呢 超大单资金啊 主力资金卖出将近33个亿 然后中泰证券 卖出13个亿 我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公开课当中啊 跟大家讲 我说啊 看大盘要看券商 看券商要看光大证券 为什么看光大证券呢 我们看到最近呢 十几个交易日以来 光大证券一路上行 对吧 那么从今天为止 123456 对吧 多少个涨停板呢 八九个涨停板啊 那么这种涨停板的力度 是非常大的 那么短短的 十个交易日翻倍 而且亮能呢 创放出呢 是它上市以来的 历史的天亮 而且今天呢 我们看到也是高位放量啊 从这个盘中的角度来看 盘中有四次打开涨停 尤其到尾盘的时候 打开涨停 再没有封上涨停板 今天的这个涨幅是 7.3个百分点 那么显然呢 以光大证券 为龙头的券商板块啊 从涨幅上 以光大证券为龙头啊 整个券商板块的筹码出现松动 显示短线获利投资者啊 有这个高位套现的欲望啊 今天显然是在卖出为主 如果手头呢 大家有这样的蓝筹股啊 不管你现在是拿的地产 还是券商 还是银行还是保险 如果你作为一个短线的这么一个操作的话啊 最近的几涨之后 短线应该做一个了结 如果你是作为中线投资者 我建议当下要做个检查啊 做个检查 那么之后 从股指的角度来看 下方的为止 到目前已经留下几个缺口呢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 7月4 7月6号 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然后在这个 7月3号 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这是两个缺口 当然了 今天还有一个缺口啊 今天还有个缺口 在这个收盘的时候啊 基本上就已经补上了啊 就是盘中最低点 基本上已经补上啊 那么下方呢 还有一个缺口 就是在3092点那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 3070 3000 最高 最低啊 2871 这个位置有一个啊 但这个缺口 我认为啊 回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这个应该是一个向上的突破性缺口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认为啊 在3092点 这个缺口 和当前的3407点 这个区间 很可能呢 展开一个什么呢 横盘震荡啊 横盘震荡 当然了 再如果啊 补下方缺口 有机会补掉这个缺口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中长线入场的机会啊 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 正像我这个之前讲过啊 我说这个 前两天啊 前三几个交易日 那么这种普遍的金融股的这种大涨啊 放量的大涨 尤其大面积的涨停的这种现象 只有什么呢 只有2007年啊 2007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啊 可以相媲美啊 当时的时候啊 那波行情啊 走得非常的棒啊 尤其是2017年 一季度二季度啊 那个阶段呢 我们知道说金融股啊 大涨 尤其是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啊 那也是波澜壮阔啊 当时呢 是蓝筹啊 共振上涨 带动股指一路上行 那么眼下这个又是一个历史重演的 时机 我认为啊 这个第二波的啊 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个啊 这个牛市行情 那么已经啊 在这个开启啊 已经在这个这个开启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 眼下看啊 3000点未来的话 很可能成为我们A股 历史上东一个啊 一个记忆啊 3000点应该成为一个地平线啊 一个地平线 那么第一波的这个行情的上涨 首先呢 我认为蓝筹啊 不管是金融地产啊 包括有色 包括其他一些中字头 首先是添什么 添掉这个所谓的价值坑啊 这个价值坑是多少呢 就是在明明是一个价值 下面挖个坑啊 比如最明显的就是 跌破净资产啊 有很多股票啊 已经目前呢 是跌破净资产啊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当前的这个50指数啊 那么比如说 我们拿普发银行 韦利啊 当前的净资产是17块5毛6 而它的股价是12块1毛1啊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第一波啊 这个行情启动的第一波 首先应该把这个市净率 给它添平了 也就是起码呢 要求你股价和市净率 跟这个每股净资产要相同啊 要相等到这个位置啊 这是第一个目标位 我认为起码说在股指呢 在3500点 3600点这个左右啊 甚至再往上一点 可能是完全是一个天 天掉这个天坑的形态啊 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过去的超跌的啊 补掉每股市净率之后啊 每股净资产之后 然后股价呢 在地平线的上方啊 一路上行啊 一路上行 所以说 牛市啊 我认为 大概率啊 牛市已经开启啊 建议大家呢 呃 如果是要 以这个什么呢 中长线的角度啊 以中长线的思维 以牛市的思维 对待当前这波行情 当然有的朋友说是 啊 当前的话 只是第一波上涨啊 啊 没有问题啊 就当前来看怎么办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 啊 操作者啊 具体是操盘来讲 短线的话 怎么看 当前这个位置 我认为啊 呃 对于蓝筹啊 对于券商 对于银行 那么短线到这位置 应该说 做一个了解啊 做一个了解 当然中线呢 我们也可以检点仓位 接下来呢 回补 三千零九十二的缺口 那个位置啊 我们还可以 加一加仓啊 再继续加仓 然后呢 继续啊 跟随这笼行情啊 呃 一定要做足 你的行情啊 把这个 我们说啊 赚钱的机会 一定要牢牢 抓在我们啊 手里面 所以说呢 呃 这波机会啊 啊 一旦啊 失去啊 不可能再回来啊 希望大家 现在要转变为 及时转为啊 这个 多头的心态 一定要积极的啊 参与后面的一个 分低布局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公开课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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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